10月是景物开始转变颜色的季节 开始更常听到踩踏在落叶上时清脆的声响 也突然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探索自然 不过老实说 在这个季节我还是最喜欢香气浓郁的板栗小摊饭 现炸热腾腾的吉拿棒和热巧克力 嗨大家好我是乔音 这支影片想和大家分享我画这幅秋叶的过程 因为我最近买了乌克兰品牌Rosa Gallery这两个颜色 所以我会主要使用这两个颜色和一个红色来画 这个圆形的构图是我临时记忆的 我使用水胶带画了一个圆 只画出几片主要的叶子和树枝 其他的我会直接下笔绘画 西式这两个颜色并使用来画底色 这两颜色在一起会呈现出有趣的灰色调 Cobotuquiz多一点就会是冷灰色调 那我使用来画周遭的叶子 圆的底色刚画完就加上的笔触明显比较湿一点 但现在叶子的造型就比较明确了 我调整这两个颜色的比例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灰色调 没有剪笔线多了一些挑战 但也能发挥笔触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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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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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画中间几片主要的叶子了 画到一半时,我开始加上更多的Cupid Motum 然后是更多的红色 画中间几片主要的叶子 画主要这片枫叶时,我使用了更鲜明的红色 画中间几片主要的叶子 然后在边缘也加入更深的咖啡色 画中间几片主要的叶子 画中间几片主要的叶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也就是复形画法 将物体周围加深来衬托前面或上面的物件 现在我要等这层干燥然后再继续 刚才迪到的复形画法 在我现在画树叶间的树枝就是一个案例 我利用深色的树枝来衬托前方的叶子造型 现在来剔叶子加上一些质感 现在来剔叶子加上一些质感 因为是一个比较单纯 以笔触结合的作品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通常是整体来看 该如何继续增加细节 这样我才不会做得太多 我很喜欢这些色调还有淡淡的沉淀效果 那这幅应该算是我想测试这两个颜色而产生的 我想我还蛮喜欢这两个颜色单独 及混合出来的色调 我会将颜色资讯及用具放在下方提供你参考 如果你也喜欢 我相信有许多品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颜色哦 谢谢你观看这支影片 那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